下一个句子呢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翻译成 什么 把它接在一起 翻译成什么 或者是那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下一个句子呢就是 想告诉学生说这是作业 台语叫做 这是作业 长语呢 可是赶办赶办就是作业或者功课的意思 你可赶办就是作业 下一个呢是 耸赶办赶办是交作业的意思 耸赶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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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 交作业 下一个句子是有分数 提醒学生说有分数要好好做 mi カ ネ mi カ ネ 就是有分数 那个有就是mi mi 就是有的意思 カ ネ カ ネ 这些有连在一起 カ ネ 那个卡要短一些 发音的时候又发短音 ne 是长音 カ ネ 就是分数 mi カ ネ mi カ ネ 就是有分数 下一个句子就是 tang zai tam naka tang zai tam naka 意思是认真做要认真做 那个tang zai tang zai就是认真的意思 tang zai tam tang 是一个动词 做的意思 做tang naka 还记得吗 我说了好几遍 这个naka 它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主词 告诉对方 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别忘了这样做 好 我再说一遍 tang zai tam naka 就是认真做哦 如果是男生 你就把naka改成naka 这么说的 tang zai tam naka tang zai tam naka tang zai tam naka 哦 最后一个句子呢 就是 le green car le green car 就是下课了 下课了 le le呢 表示结束了 结束了 rean rean 不要敲蛇 rean 是学习的意思 但是如果敲不起蛇来 没关系 直接说 lien lien 好 最后我再来一个k 如果男生就说成krab 好 再说一遍 le green car le green car 就是课结束了 就是下课了 le green car 如果男生改成 le green car le green car 这就是教师女常用二十五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youtube上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订阅 我每时候都会发新的汉语教学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